郝月是一个性格泼辣 非常自信的女孩 可是强悍的外表下 难言郝月缺乏安全感的心 所以郝月寻找男友的原则就是考验 不停的考验 生活中虽然有不少男生追求单身的郝月 却只有坚持三年的喜寒 让郝月有激动心 并不动身子的关注 可是就在一月前 一直对郝月不舍不计的喜寒 却背着一个女孩走在大街上 正好与郝月遇见 这让平时非常自信的郝月无法接受 可是又不甘心一直对自己很好的男孩就这样消失 那么追求郝月三年的喜寒 是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而另觅他人 还是出于巧合 另有隐情呢 喜寒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自己苦苦追求了三年的女神的告白吗 除非你现在在对着镜头说 其实这三年 虽然我没有答应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我内心还是觉得你是我男朋友的 我觉得你才可以今天开门 否则我真不知道找什么理由让你开这个门 你们俩根本没有关系 我说 你说 你对着镜头说 对了 我考验你三年 也是心里有你 所以今天 行了 接下来的话你待会儿跟他说 如果他不来 你在生活当中跟他说就可以了 心里就有他的生活 对 所以 凹什么造型呢 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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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那里面 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啊 你觉得他今天能来吗 他一定会来 为什么呢 他一直躲着不见你啊 他心里有我 第二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确实说他有了女朋友 你让他俩在一起呗 祝福他们俩 等我三年白费了 那如果确实如志寅老师所说 为了这三年来 他在你心目当中毫无位置的一个策划 来看看你的真心 那我可以考虑让他做我男朋友 可以在今天就答应做他的男朋友是吗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